今天讲解一下要如何把Native-C的VS Project 转换成可以让C-Sharp使用的DOTA 因为查阅过了资料之后 我有看到Native-C的程式是有时候跟C-Sharp相容性没有那么好 C本身在编译成DOTA也会遇到一些问题 所以我这次的做法主要是先把C的专案包成LibDOT LibDOT再被C++的专案去引用 引用之后C++专案再包成一个DOTA 这个DOTA就可以让C-Sharp使用 我一看在做这个专案的时候 针对的题目是会有牵涉到一维二维阵列的互传 包括把二维阵列传到C里面去 然后再从C回传几个一维阵列给C-Sharp做使用 从中有遇到一些问题 经过研究之后有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 在这边就做一个分享和记录 首先第一步我们作为范例 我们就先用C去建立一个专案 那这个专案会有两个档案 就是我们这里用EngineH和EngineC 当作一个范例 值得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US中 我们针对C的专案做撰写时 要注意点H档的前面这一边要加一个IfDefineC++这一边 这样才可以让这个C专案被正确的执行 然后在定义这边就是去写了一个简单的函式 那这边就是示范用 它就是会把两个传进来的阵列去做一个回传 那我回传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作为函数的回传 就直接回传一个指标 一个是透过修改参照的方式 那我这个两个都会做测试 基本上要注意的一点是因为我们要做成Leap檔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这个主胎属性这边呢 我们会要改成静胎程式库 然后在进阶这边也要是输出是Leap的 那之后就可以按键置了 那键置完基本上就OK了 那键置完之后我们就可以跑这个CPP CPP这个档案呢 就是这个专案它就是会把刚刚写进来的Leap去给引入 然后同时它也会把这个C里面的函数呢 包成一个就是Explore到一个Do档之中 那之后方便我们在Cshop专案中做使用 那一样齁 就一开始我们在写CPP专案的时候要注意的是 这一次我们是要在我们的 檔案里面呢 加上这两行 还有这一行 那基本上就是让系统知道这个是要被 就是被做成Do档 当我今天是这个系统是有Define Engine Export 那这个就会跳到这边 那基本上它就是告诉系统连接器说 你想要这个Object 它会 它会 可以被其他程式所使用 就是等于是你要制造Do档给其他人使用的时候 你就会跑上面这里 下面这一边的话就是当你要去使用其他人的Do档的时候 应该就是走下面这边 但是实际上的状况我还不是很详细 但是我就直接照着上面这边做 然后注意这边要写Extern C 然后加上这一边 至于说为什么这里要用一个Straq去装 主要是因为在C-Sharp中 这样的设计可以让我C-Sharp 直接快速的传一个Straq进来 那Straq进来之后 我在CPP这边再进行拆分的处理 到时候回传回C-Sharp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尤其是像这种 有时候会有这种指标的指标的状况 像是这里 那这里的时候 如果你直接用C-Sharp 直接写指标的指标 会非常的麻烦 所以我目前就是会用一个Straq把它包起来 然后去做 做一个Reference的方式去撰写它 那写完之后也要注意一下 这边设定上我们要编译成Do档 然后复档名必须改成Do 然后要处理的地方还有像是 您必须把前一个C 抓案里面的这个.h档要include进来 要设在这一边 然后还有连接器这边 连接器的 其他相依性也必须把刚刚编译的Leap档给抓进来 这样它才可以正常去呼叫刚刚编译的Leap 那做完之后 一样就按键值 那就会帮您做成Do档 Do档之后就可以开始被C-Sharp来使用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C-Sharp怎么写的吧 那我们点进我们的这个页面 来 那基本上C-Sharp在呼叫C++或C写出来的Do档时 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像是 因为我们刚刚在C++那边有定义一个Straught 所以我们C-Sharp在呼叫的时候 也必须要定义一个相同的Straught 结构必须都一模一样 这样才可以正常的呼叫 然后在29行这边 我们就这样去宣告说 我们要去使用Android C++这个Do档 那如果是呼叫C或C++这一类的Do档时 我们会用Calling Convention的设定 然后这边我就会写一个Unsafe这样 那之所以用Unsafe是因为 里面有一些Pointer 那实际上Unsafe到底 确切在做什么事情 我可能没要讲得很详细 因为毕竟我也不是很了解 那这边宣告完这个函数之后 就是引入这个函数之后 我们就开始做使用 那我们就先创建一个Straught 创建Straught的实例 然后新建两个C-Sharp的阵列 C-Sharp的阵列 转换成指标做使用 那跑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先让我们的第三个指标 先是等于NOR 然后去接它的结果 那接它的结果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最后跑出什么样的东西 那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跑下来的结果 不知道为什么没办法加入中断点 看一下 快捷键 可以了 直接开始往下跑 那跑完之后是可以发现 我们的D A和D 这些都是有正常运作的 像是D1等于RD0等于7之类 都是可以有正常运作的 那ArrayInfo 这边也是可以 它的C也是可以正常读到的 那基本上 大概大致上就是这样 那有些小细节 像是说 我们今天在跑C-Sharp的 这个 在编译C-Sharp的执行党的时候 要注意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DOR LIP党不一定要 刚刚编译的DOR 一定要在 C-Sharp的EXE的 那个资料夹里面 那通常呢 我们会放在 会放在 Bing 然后 X64 就是平台 然后是Debug 或Release 里面会有一个 里面就会有 这个专案的EXE档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 建置事件 建置前事件命令 去把我们 刚刚 AndroidCPP 编译出来的DOR 直接复制到 C-Sharp的 资料夹中 那就不需要 每一次我上面 重新编译之后 我就要手动复制一次 这样太累了 我们就可以透过 建置前事件来处理 这一个事情 好 那今天 讲解到 这边